郭文貴議員 他所說 的一個條例 所以之後沒有繼續存放 現在還是監察當中 這五年來都監察 所以我們覺得現在他的情況是稍定了 不過我們也擔心 港鐵所管理的鐵路是相當多 如果有同樣或者類似情況發生 公眾或是未必知道的話 這對公眾來說是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們要求他們有類似情況 都希望會向公眾進行公布 另外因為這是一個機制的問題 所以這個機制能夠檢討之後 向我們再講清楚 這方面會答應進行檢討 也希望他們能夠就住公眾所關心的問題 都應該向公眾迷惱 這個機制要有一個不合理的機制 另外行車是否安全呢 他也跟我們講了 或者這方面我交給陳斌議員 因為他比較熟悉一點 就住剛才梁志祥議員都說了 港鐵是交代了整件事給我們聽 就是因為原來樓盤他們的打倉工程而影響了 在發現有這個情況的問題的時候 他已經是第一時間在規例之下 是要求他們停了工的 所以現在是做一些鞏固工作 至於安全和需不需要停洗呢 這個問題他們也表示關注的 他們也認為是沒有安全的問題 因為他們可以繼續服務 如果去到甚麼程度才會需要停洗呢 也沒有一個沉重到多少 就需要停洗這個數字的 只是他們會一直檢查 路軌安全的問題程度 如果確保安全的情況之下 他們都可以繼續服務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能夠改善通報機制 而這個通報機制是可以令到公眾安心 還有對鐵路是增加信心的 他們都答應了很多 我們對於今天他的回覆 都是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他稍後會上到區議會再作交代 這個也是應有之意的 好 大家有甚麼問題 沒有一個數字 如何可以令他們停洗 其實這部分會不會是資料 未完全公開了 需要更加詳盡地去令公眾放心 根據剛才的會面 我都見到過有些報道 就是沉江20 CM是一個必須要附近工程庭 這個他們是有的 但是沉降到多少 那他們就要停洗呢 這個數字他們是說沒有這個數字的 只是說如果有沉降 他們就會看看路軌是否安全 和調量是否安全 那如果沒有影響是安全的 那他們就要繼續洗 就沒有一個 好像日前有些報道說的 一些客觀標訊說沉降多少就需要停 這個他們是沒有這個數字的 只是一定要確保它是安全的 所以他們就不可以進行 想問一下 就是有個消息 就是政府其實一直都知道有沉降這個問題 但是沒有特別公佈 你們有沒有覺得有適合他們隱瞞 或者是問回正解 他們發現有沉降的時候 他們發現有沉降的時候 屋宇署已經勒令成建商 即工程的成建商是沒有工的 他們的解釋是說 由屋處做監督 然後他們去負責 他們去負責 由成建商給錢 他們去負責 就做回工程的補救工作 我們的理解就是 他們在管固目前的層降情況 這個情況 我們覺得政府都同樣 應該要向最少最少最低限度 都要用當區的區議會 說回情況才合理 立法會當然是讓我們知道更好 因為涉及到整體公眾的安全 我們認為都不應該要按住 即是不讓人知道的 這一個是我們的期望 就住港鐵的通報機制的問題 或者是一些工程上的通報機制 其實近日我們都知道 港鐵他們的董事局 都已經會成立一個小都會 會不會進行檢討 我們都希望就住這些事件 在什麽程度之下 需要通知公眾 什麽程度之下 它需要通知政府 它能夠制定一個比較有效 而是比較客觀 亦都能夠令到公眾順復的機制出來 所以我們都期待他們和董事會 亦都希望政府就住這一方面的工作 可以有些標準 令到大家的工作能力 還會信心 好嗎 謝謝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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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